国际焦点来关注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今天在俄罗斯的东方太空发射场跟普京会面 两人交谈加晚宴相处超过四个小时 普京还断出当地的特产螃蟹饺子款待 对于乌尔战争金正恩当着普京的面说 俄军一定会取得胜利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睽違四年再度见到俄罗斯总统普京 嘴上寒暄个不停 普京跟金正恩的手下是粘了强力胶 握了整整超过四十秒 全球都在看朝鱷真的是换铁兄弟 还是各取所需 进了普京会场又握了一次 两人谈了四个钟头之久 普京开门见山先请金正恩吃甜头 先说要给北韩经济援助 马上转话风提到区域局势 讲的当然是要北韩支持队伍展示 金正恩也很事项刻意挑选普京爱听的字眼 就连稍后的国宴上普京请吃二式蟹角 金正恩回请面子大餐 但是金正恩一点都不卑微 因为现在可是普京有求于他 普京要武器 北韩当然不是慈善机构 必求回报 北韩要的是火箭跟飞弹技术 普京也暗示会出力帮忙 这回两个人的碰面地点 正是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东方太空发射场 普京还亲自带金正恩参观飞弹发射井 一边炫耀说这是俄国 偶心力挟打造的宇宙基地 普京兴致一来 就连自己的防弹兵士也 阿沙利的让金正恩事成 坐上普京的专属宝座 这一刻北韩建能跟俄罗斯平起平坐 金正恩拿下他祖父辈 想都不敢想的成就 不过金正恩自己也很清楚 好处要拿到手才是真的 看看他身边跟着的 正是北韩军方主导 飞弹研发的总舵手李秉哲 另外还有主管卫星事务的官员 甚至牵涉潜舰事务的海军司令 都随同出访 显然这些都是北韩想要的技术 就跟四年前的普京会一样 金正恩这回搭的 还是金家祖传的装甲火车 也就是人称绿皮的列车 时速只有59公里 逃离北韩的前外教官就透露 金正恩就是怕空难 才不敢搭飞机 可如今金正恩不必搭飞机就让金氏王朝 崛起飞升 还趁着普京气虚 麦恩勤拉靠山 朝俄两国再加上中国三国结盟态势越来越清晰 美国跟盟友眼中东北亚的这根盲刺越长越大 不过也有分析就抱持不同的看法 认为北京不会乐见北韩这位小老弟对他人头怀送抱 还担心二朝结盟可能会激怒西方 让大家都不好过 尽管普京会之后 克里姆林公说没有计划签署任何文件 但到底交换了什么利益 自然只能藏在台面下 除了北韩挺恶之外 中国大陆也暗批西方大量军援 乌克兰造成了军事对抗 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出路 对话谈判才是乌克兰恢复和平的根本之道 详细内容赵尔记者李作合 好 俄乌战争进入到延长赛 现在大家都还看不到 这场战争的尽头会是在哪边 不过现在大陆就把矛头指向的是西方国家 他们就说因为西方国家 不断的提供给乌克兰援助 这可能就是这场战争 没办法结束的关键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我们看到是大陆驻联合国的副代表耿爽 他是在12号的安理会中 批评西方大量的军援乌克兰 他就提到说其实国际社会 也普遍希望是可以早日的 恶务战争是停火的 但是大量的武器 大量的装备还在流入战场当中 而且这些品种数量 杀伤力甚至是不断的在增强 既然这样你来我往 又怎么可能战争会结束呢 所以这也导致地面的战事是不断的蔓延 甚至是有升级的状况 他就说军事对抗不是危机出落 对话谈判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 而他也提到说 中国大陆是愿意和其他有关的各方 来加强对话沟通 那么也希望说可以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乌克兰大反攻再度把轰炸目标 对准俄军的黑海舰队 乌军分别用巡艺飞弹跟五人机 攻击俄罗斯的造船场 导致两艘军舰毁损 至少24人受伤 现在船主美国打算加码援助乌克兰 射程可以达300公里的 陆军战术飞弹系统 空拍轰炸俄军基地 炸出一朵迷你黑色殉壮云 乌军反攻在夏末秋初 必须加快脚步 太阳刚升起的零零时分 第三突击旅的士兵 正在巴赫姆特 和俄军站得不可开交 在巴赫姆特附近的克利斯奇夫卡 则发现俄军抛弃大量弹药逃跑 以前还被瓦格纳占据的据点 现在只剩旗帜飘扬 不见半个瓦格纳士兵 在污南的扎波罗勒 则靠着西方给的豹二坦克 奋勇杀敌 乌军开始分享 驾驶爆二的新德文 说就像从老旧的苏联 拉达汽车 一下子升级到特斯拉 简直是战场上的MVP Bauer的夜市功能 可以达到4公里 让乌军在夜间 也能稳稳地 驱急进攻 另外还有意大利援助的自走炮 也在盾内四可发威 完美隐身数从当中 M109L自走炮虽然是美制武器 但是援助国意大利原本就有要求 加强火力和机动性 而意大利一共援助乌克兰 20门自走炮 能够快速移动 混淆俄军并发动突袭 乌军还说为此特别到英国受训 乌军高喊西方军援多多益善 现在还真的可能来个大进步 美国弹药库里的王牌 MGM-140入军战术飞弹系统 拜登有可能点头放行了 拜登没有把话说死 但是根据CN报道 目前进入最后决定阶段 Attack Amps威力强大 是洛克希德马丁制造的D对D飞弹 最新的弹种射程 最大可以达到300公里 而且可以携带约300枚 甚至更多的极数炸弹 最重要的是 它是可以由海马斯的发射系统发射 几乎可说是能够立即上战场 只不过目前就连生产商的年产量 也约500枚而已 是否能符合恶物战士 和美国自身需求 还是一大问号 而为什么会选在现在给 时机点也很巧妙 就怕北韩真的成为俄罗斯的弹药库 美国加速军援 Attack Amps如果能和之前援助的 射程约72公里的导引多管火箭系统搭配使用 势必能帮助乌克兰攻势 不过长城武器之前也被俄罗斯视为不能跨越的红线 美国若真的行动 俄罗斯恐怕也会加大暴富 TVBS新闻总和报道 丹尼尔风暴造成北非利比亚严重的灾情 传家表示海洋暖化 政治混乱跟基础建设不完善 再加上洪灾造成的毁灭性影响 导致利比亚超过5300人罹难 再请坐横打我们关心 好我们来看到在地球的另一端 利比亚是陷入到洪患了 这场洪患已经造成了至少有5300个人 因此是罹难的 我们看到这一次造成这个洪患 主要是因为地中海飓风 其实这种飓风每年大约统计上来说 是1到3个而已 只是说受到高温加上湿气的影响 海平面温度会增加的话 那么这个飓风它的强度也因此会增强 所以其实联合国的气候变迁 他们在最新的评估报告当中 就有警告说全球暖化的现象 会增加这种地中海飓风的强度 在这一次利比亚真的应验了 我们看到这场的丹尼尔风暴 造成水坝溃堤 所以建筑是因此很多都毁灭了 那不只是财务上的损失 更糟糕的是目前已经有超过 5300个人罹难了 而且上万个人失踪 也就是说这个罹难的数字 恐怕还要再增加 而其实除了这个天灾之外 主要在这边会影响到这么大的灾情 也跟政治局势是有关系的 因为在这边长期是分崩离析的 所以英国的开放大学环境讲师 就提到说 现在受到气候变迁 加剧了极端天气 再加上政治经济的因素 很可能就会决定说 哪些人他们生活在这边的风险 是比较大的 刚才我们也听到利比亚致命洪灾 死亡人数已经超过5300人 那么目前还有上万人失踪 这次酿货的主因是两座水坝溃体 利比亚因为常年在内战 导致水库这样的基础建设 是荒废没有人管理的 这次暴雨一来 才会造成重大灾害 泥水淹到轮胎高度 车辆慢慢前进 就怕不小心惨遭灭顶 整天都下这么大的雨 把利比亚东北部德纳淹成一条 又一条急流 这辆大货车车头往前栽 差一点翻覆 等到洪水退了 才知道破坏有多严重 车子卡在树和马路之间 整条路被掏空 市区满地泥泥和房子碎片 这场暴雨为什么灾情惨重 得往上游找答案 原来德纳就在地中海岸出海口 惊人大雨先把上游水坝冲破 大量洪水往下游跑 另一座水坝完全撑不住 连续汇题 十万人口的德纳市四分之一被淹没 四十公尺高霸 一场雨瞬间崩塌 有目击者形容 水就像海啸一样袭来 基础建设老旧 甚至偷工减料 是造成惊人死伤的原因之一 抱怨政府没作为 其实利比亚分烂状态 已经持续十几年 得从2011第一次内战讲起 独裁强人格达费 掌权42年 2011阿拉伯世界革命 利比亚人跟着起义 最后两颗子弹射向格达费 贵大费死后只过了两年多 因为政权争议爆发第二次内战 协调谈判统统失败 国家一分为二 一边是埃及沙乌地和俄罗斯支持 大军阀哈夫塔掌控的利比亚国民军 另一边则是有土耳其和欧盟撑腰 经过联合国认证的全国团结政府 在这样的状态下 终极目标期盼有一天举办宪法公投 但这场公投因为频繁武装动乱 一直都没发生 甚至到今年首都地利玻璃 还爆发军事冲突 而大鱼水患 灾区都在由哈夫塔控制的 东部国民军领地 全国分两边就灾资源无法整合 只好请其他国家帮忙 隔壁埃及土耳其都送来物资 但能不能好好分配又是大问题 常年政治危机在大水过后更崩溃 天灾加上人祸 都有利比亚人承受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